大家好,我是MM的阿莎 夏天來了 今天帶大家去摘水果 不過就不是常見的士多啤梨 而是比較特別的香水檸檬 順便體驗一下半天的農夫生活 大家準備好出汗 就跟我來吧 好熱啊 行不行 你像歐痕 明明這個腩子很大 什麼東西 掉了 你抬頭可以看到 上面是藍天加檸檬 是有一種脫離世界的感覺 今天我的活動範圍 就是在這片大約5萬呎的果園 先享受收成期採摘不同的有機梳果 再跟著果園主人Isabel 體驗做農夫的辛酸 這邊就是檸檬園 雖然我們一看到 其實是一片綠色 好像沒有檸檬一樣 但其實香水檸檬的成長階段 現在綠色已經可以採摘了 好像龍貓一樣 Hello Isabel Hello 你好啊 第一次來果園 我第一次在香港體驗果園 這個全港獨有的香水檸檬園 種滿了120棵香水檸檬樹 旁邊還有7至8月當造的荔枝圓和龍眼園 我想問這裡這麼大的果園 你們有多少人打理 我們有兩個人 就是潘媽媽和我 哇 你也挺厲害的 兩個女人 我主力也是幫忙做市場 媽媽主要是做種菜 和去打理果園 其實香水檸檬最特別是香味 因為它真的像香水一樣香 我們自己會撕開兩塊葉 我們撕開它 就會嗅一嗅它的香味 你會發現它很香香辣味 泰國的味道 平時我們都會去交給它一些蛇譜 但香港檸檬藥好就是很新鮮 而且它的香味是特別不同 哇 我想說很軟 夠味 現在150這枝比我本身的身高更長 是啊 我們有些會有兩米的 可否幫我看看就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我剪吧 用力了 喂 對了 夾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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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黃小金 檸檬夾 其實它是比普通黃色檸檬大尺寸 其實它的原名叫舉圓 其實它源自於印度 其實它的尖端代表它的屁股 這裡可以再長一點 可能再長一個月 它就會再大一點 就算它是青也不要緊 但是它的屁股是要圓滑滑的 好了 我們現在切去看看 究竟是嗎 是的 不如你試試看 我不擅長的 我切東西 你有沒有看過我去切壽司要片 哈哈 那些很棒的 生一點的時候 即是青一點 其實它的皮就會比較厚一點 因為不同的時期 它的味道也有一點不同 那為什麼有些有核 有些沒有核 是的 因為它的品種就是會這樣 香水檸檬 就沒有我們平時吃的檸檬那麼酸 雖然我也很怕酸 但也試試看吧 都是很酸的 對我來說是一樣酸 酸得流口水 救命 除了最多用途的檸檬汁 綠色果皮都可以刮出來蒸肉或做甜品 完全成熟的黃色香水檸檬 就可以用來浸檸檬蜜糖 做成果醬、果醋等等 今天因為是開放日 所以很多家長小朋友都來跟著Isabel 去聽這個渡照 所以我也先加入團隊裡面 Isabel就說好像橙樹膏一樣 哎 橙鬆些泥土 好 生菜刮 在筋簿上 留1.5cm剪進去 通菜刮 放不放得到 放不中 有點難放 記住如果粟米上來 最好吃最好吃的是什麼時候 就是你回到家 晚上蒸了它 然後你用保鮮紙包住 明天才可以吃 就算放它一個月也是很好吃的 什麼來的 是不是石頭來的 摸一下才去找它 剛才我看到你這麼勤力 很心動地教小朋友 其實你是不是很喜歡農業 其實我不是真的很喜歡農業 我們家裡有個家訓 其實就是努力讀書 千萬不要耕田 從小到大 不停說 每天說 每月說 因為其實太辛苦了 但是最喜歡農業的 一定是農一代 就是爸爸媽媽 我回來的話 是因為要收業 其實 開初以前是種菜 和種苟幾起家的 我爸爸媽媽 琴流感那年開始就種樹 因為她會發覺 可能會影響收入 我想為我的太太 都要去 有一個將來的時候 有些果樹有收成 也不用打擾得太辛苦 潘媽媽和潘爸爸 就是果園第一代的主人 三十多年前 也就是Isabel出生那一年 他們就租了這塊田務農 開始一種一賣的生活 早幾年潘爸爸 因為患病去世 Isabel當時就答應父母 來到果園幫忙 因為爸爸遷就了 我們已經被迫加了很多倍的租 所以媽媽如果是一買一賣的話 靠以前的方法 她沒有可能跟隨時代的轉變 對啦 向前走出發 哈哈哈哈 夠 對啦 那我們就過來摸一下她的肚腩 她的肚腩越胖一點 就代表她是怎樣 她是越成熟 你過來摸一下她 對呀 我去問一下你爸爸拍張紳士吧 深深知不知道農夫是做甚麼的 集菜 還有呢 淋水 那你剛才辛苦嗎 辛苦 那開心嗎 開心 其實龍二代我除了首頁之外 我就是要去教育香港的下一代 蔬菜是得來不易的 本地菜有他們的價值的 我們現在去耕田了 是 要準備拿坐頭了 是不是小朋友體驗疫 是啊 這樣吧 小朋友就拿綠色 大人拿黃色 好 我們坐到快田裡 向自己拉 拿起 向前推 我們要把泥土下面的營養 翻鬆出來 將我們的有機物和微生物 所有營養就拌勻 我開始累了 不行了 我已經體驗了三分鐘都沒有 已經很辛苦了 救命 但我們要放鬆到快泥土 可以爸爸媽媽一隻手掌插進去鬆軟 救命 剛才那些都是玩的 這才真的體驗 曬到39度 我仍然是這樣 每天都中暑 沒辦法了 你只要喝保抗力 喝水 然後回去不停地吃東西 躺在洞洞裡 扶住 我們不要縮手 我希望他們可以感受到 農夫的艱辛 因為老農夫 他們永遠都宣傳不到這件事 變了很多就是被社會淘汰 因為他們要種一些金藍 種一些很新穎的菜 其實他們不會懂的 但我就要宣傳香港人 吃香港菜 香港的小朋友 一定要支持香港農業 要知道香港農業 其實都很有趣的 可以有一個有趣的方法 去喜歡泥土 喜歡這個地方 我喜歡農場 喜歡有蚊的地方 都不抗拒 我看你也會叫人 去旁邊果園玩 是呀 因為旁邊有其他農場 其實農夫他們真的很辛苦 而且他們是付出最多的 但多數回報永遠都是最少 這個我不明白 這是我永遠都覺得 很不合理 但我也很想為他們爭取 所以客人來到 我也希望他們進來這條村 一天就玩齊兩個農場 雖然Isabelle滿腔熱血感 想手轉這個果園 但在果園過大半生的潘媽媽 就知道農業 其實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那個人不明白 又說我問了他幾次有沒有入場 唉 你也不知道人家多害怕 那狗咬到你兒子 到果園是找不到吃的 是賣才賣到吃的 耕田是還找不到吃的 我是賣的 是爸爸種的 我賣的 種了下的時間多貴 現在多貴 400元一包肥 是呀 你覺得種東西難不難 當然難啦 難過種綠合彩 其實他都不鼓勵我們做全職農夫 因為潘媽媽都知道農夫真的很辛苦 還有有一年是龍眼大豐收 但接著就是窄的時間窄不及收成 接著是窄了龍眼 我哭了很久 我是崩潰的哭 那你們兩個日對夜對有沒有爭執 當然有啦 打架 所以我是不會叫其他兄弟姊妹過來 長期幫忙 因為我覺得一個犧牲了一個親子的時光 就不要每個人都用回同一個模式 我希望他人生可以享受很多不同的東西 還有多少兄弟姊妹 我還有三個兄弟姊妹 我總共是四個 下次見啦 拜拜啦 那你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我現在在這裡收拾工作坊的材料 還有小車子放回去 日曬雨淋的話 東西會掉色 會難 會損耗得很快 所以一定要放回去室內的位置 而且要把我媽媽用的東西 放在她當眼看到的位置 如果不是老人家找不到 就會加重負擔 就幫不了手之餘 就被她責怪 所以經常都會聽到我媽媽責怪我 有些客人說 你不要經常罵你的女兒 其實是我們的溝通模式 有些客人又是摘了東西後就丟了 不是 這個是我的 這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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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成果 OK 我會珍惜他 我發覺他真的看到別人丟了就會很激動 但是我想說是攝影師哥哥跟他聊一會 他的農作物很漂亮的時候 他就會很開心 對呀 最重要是會欣賞他 這是真的 但是你丟了他就代表你不欣賞 是浪費了他的東西 做農業有開心的就是 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之後就是家長會回上來 這是一件很好的事 基本上我是這樣的狀態 留在農莊一天 我都已經覺得自己是頂不住的 那些蚊子是咬到整個關節都是 然後由頭是濕到下腳 然後全身都濕透了 以及被蚊咬 其實很難想像天天都在會怎樣 所以都真心佩服 佩服做香港農業的人 真的辛苦了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COS 還有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玩過 希望下次不要那麼辛苦 拜拜